欢迎收看PayPal Webcast 不知道现在正在收看节目的您是怎么样认识公民新闻 又是如何开启公民新闻的第一步 除了PayPal的几位同仁 我们会四处推广公民新闻平台 其实PayPal还有几位资深的公民记者 他们也透过自己的力量跟管道 推广用影像说故事 在地方记录家乡市的公民新闻理念 这个星期在PayPal公民新闻平台上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好消息 彰化的公民记者同梦工厂 他到了南台湾的高雄 开设台21线影像工作坊 他也记录下他们第一次上课的情况 跟大家一起分享 去年到高雄那边 几乎一些重建社区 然后在这一年多过程 也认识这边很多人 很多社区的朋友 包含一些重建的伙伴 那我发现就是说 他们在基录的这个部分 好像比较缺乏 所以就是后来就是有 问一下这些一些重建社区的伙伴 然后他们也有这样的意愿 要来学习这个影像基录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然后就是 可能他们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尽量就是说 让他们可以去掌握到那个工具 好像可能电脑上面 有的那个剪辑软件 然后就是可以让他比较 在入门的过程 能够减少那个技术上的门槛 就是很感谢陈导演来 教我们这些重建人力 其实我们在做重建 是蛮需要做记录的 所以我在这个工作历程中 我是觉得蛮重要的啦 然后老师他不计较路程 然后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教我们 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程度都差很多 然后他可以细心的一一的教导 所以觉得还蛮开心的 很感谢他 学生参与的感想怎么样 就是你们那些伙伴 大家是不是都很认真学 那是当然啦 都问到不想下课 透过秦林的电话关心就知道 这个老师真的很受学生的欢迎 而不只是同梦工厂 佩佩还有好几位公民记者 都陆续开设了相关的培训课程 有的是以报道为主轴 有的是以议题为主报道为辅 像是新竹的公民记者海切东 他就号召了一群关心环境生态的伙伴 用实际的行动去关心环境 他们课程开始没有多久 就有学员透过报道 关心野稀不当诊治 破坏了缩德式赤蛙生态环境的报道 新竹县的藤山乡 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但是 在一场浩洁之后 新竹的汽水变成个左左的黄河 让汽水带着你来了解这个故事 我们一边很辛苦的在互挖 但是一边看到溪流离合的这样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今天早上自工就赶快跟联络新竹县政府观光处 因为听说是他们那边的发报的工程 有行动也有记录 真的展现了公民主动关心的能动性 而苗栗的公民记者杰利 他也带领了一群伙伴 用实际行动关心苗栗的在地事务 就我接触苗栗设大的一些学员的感觉是 其实他们对一些公共议题 其实是关心的啦 那刚好苗栗设大有开这样子 公民采访的课程 那是一个媒介 那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然后去看去接触到一些比较在地地方的议题 那比如像是有一组的学员作品 他就是去采访了后龙的实户 那据学员的表示 他们是说他从来不知道 原来后龙也有实户这样子的东西 提到实户 一般人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彭虎的双新实户 其实苗栗后龙地区也有相当规模的实户 但是知名度却输给彭虎一大截 多年来后龙地方热心人士积极奔走 想要让后龙实户也能够受到大家的关注 这个拼不住 大家公共议题做的 合法大家一起做的 要做一个实户不是简单的事情 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得到的 为什么人家不会来自重我们的文化呢 所以我要写我们确实 国家地图有些酒和这极树 虽然剩下这两个 可以说保再保就再保 够又再够你 不能够被毁掉 相传平埔族将石头砌除成磨字形 当海水退潮之后 困在石户内的鱼群就可以轻松捕捉 后龙地区最多曾经有20多口石户 但现在只剩下两口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翁昆章 带着我们回忆起小时候在石户游玩的情景 为了更深入了解石户 公民新闻记者 实地走访苗栗县政府 国际文化观光局文化资产科 但是却遭到巨访 仅提供一本去年出炉的调查资料作为参考 其他的表示尚在研议当中 维修的人已经老了 老了无力维修 我阿公在的时候 给我讲那个搬石户的大石头 要一百多斤 他是靠着装腿 用那个麻布袋放着 双腿的力量和手的力量等于这样子扳 一放进去就不能动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台风的运筋数 你倒了不赶快做的话 他变成什么 骨牌效益就倒了 目前后龙石户主要依赖渔民自行修复 再向政府申请工钱补助 因此能暂时维持大概的形状 一定要石户一定要弄出来 石户不但是珍贵的文化景观 也相当具有观光教育的发展潜力 他需要政府和地方人士更多的关心 否则石户将有可能永远消失 只能从照片去回忆 公民新闻记者林彦斌 吴新峰苗栗后龙采访报道 看来有这么多人默默的在推广公民新闻 真的让人很感动 也让公民新闻可以在台湾各地开直散业 慢慢的被更多人认识认同 而我相信老师们在授课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寻找教材上的问题 PayPal这边也特别设计了一份 可以供老师们参考的授课大纲 欢迎有需要的老师可以主动跟我们联络 期待透过更多人的一起努力 可以让公民新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PayPalWebcast我们下次见